你有没有发现 无论如何密封的米桶还是米袋 放一段时间后都会生虫 因此这些虫肯定不是从外面爬进去的 那大米里面这些米虫 会不会是大米自己孕育生成的 如果不是 它们会是怎么进去的 我们该如何防治这些吃人的米虫 有没有什么科学的办法 来彻底杜绝米生虫 被米虫啃过的大米 到底还能不能吃 这种令人厌恶的虫子 就叫米虫 也叫蛊虫 蛊牛 它的学名叫米象 它是一种翘翅目的甲虫动物 具有飞行能力 是一种很难缠的动物 米虫是全变态动物 要经历卵 幼虫 蛹 成虫这一完整过程 才能变成具有飞行能力的甲虫 米缸里密布的小虫子 就是成虫形态的米虫 它早在还是虫卵的时候 就被它的母体住进了谷物内部 米虫的母体 具有飞行能力 会有意识的网位收割的粮食 以及囤积在粮仓内部的乘粮助卵 米虫的繁殖能力十分强 一次可以繁殖500颗虫卵 米虫虽然只有几个月的寿命 然而它一生理论上 可以繁殖8到9次 也就是说 米虫可以用大量的繁殖 弥补寿命短的缺陷 为了保护寄生的虫卵 米虫会把一整颗米粒助空 然后把虫卵注射进米粒 注射好后会从身体里分泌出一种物质 风筑洞口 米虫的卵呈半透明的椭圆形 一端要比另一端大 米虫的卵十分小 只有0.6到0.7毫米长 0.28到0.29毫米宽 只有通过电子显微镜 才可以清楚地看清米虫虫卵的内部结构 米虫的虫卵会在7到16天的孵化期之后 变成幼虫 被母体寄生在粮食堆的幼虫 会有意识地寻找食物 积蓄能量来为自己的进化做准备 米虫30天之后 会像残一样 作茧把自己整个身体包裹起来 被包裹住的米虫 会通过7到10天的减7变成成虫 变成成虫的米虫就比较难对付了 因为它具有飞行能力 活动非常灵活 而且会假死 成体的米虫喜欢炎热潮湿的环境 如果家里的米生虫了 应该看看屋内的环境 是不是过于炎热潮湿 寄生性极强的米虫 已经成为了全球的公害 因为它除了极其寒冷的地方 都有分布 米虫除了会攻击未收割的稻谷 还会寄生在小米 麦穗 玉米等粮食作物中 米虫在变成成虫后 会使用袋子里的粮食冲击 而且它们会把粮食咬得乱七八糟的 米袋里的碎米 就是被这些寄生虫糟蹋过的粮食 被米虫咬过的粮食 除了会变成碎屑外 还容易发热变软 发热变软的粮食没变后 会吸引其他以农作物为食的害虫 这些发现有食物可吃的其他害虫 就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 赶来大块朵鱼 最令人厌恶的是赶来的害虫 不仅会吃下没变的粮食 还会继续糟蹋没有问题的粮食 虽然米虫对粮食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但它相较于其他害虫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不会传播瘟疫 米虫不会携带细菌以及病毒 被它糟蹋过的粮食碎吏 如果不嫌恶心 还是可以食用的 在中国缺粮的时候 甚至很多人会把稻米里的米虫 和稻米一起煮熟吃下肚 曾经有人调侃 在农药化肥滥用的年代 吃到有虫的蔬菜或者粮食 说明是无公害农产品 但是稻米里的米虫 还是一件让人恶心的事情 那么应该如何处理 大米里的米虫呢 米虫一般会在每年的8月上旬 变成成虫 在这期间 家中购尽新米的 要注意定期检查 发现的话要定期清理 同时也别忘了家中存放的成粮 因为米虫除了会在 未收割的稻谷上产卵外 还会渗透进到 存放粮食的地方产卵 一旦发现米虫已经寄生在大米中 那就应该及时进行消杀 首先应该及时分开被米虫污染的粮食 以及没被污染的粮食 然后可以把大米放到 阴凉通风的地方 用一个小棚接住米袋的开口 等米虫全部爬出口袋后 再集中灭杀 注意米虫是会装死的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可以喷洒杀虫剂 或者直接用火烧 民间曾经有一种说法 是把大米放到太阳底下爆晒 可以消灭米虫 其实这种方法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 把大米放到太阳底下爆晒 虽然可以杀死米虫 但是却会损坏大米的品质 爆晒过的大米水分大量流失 会变得十分干枯易碎 而且口感也下降了很多 关键是太阳爆晒过后 还是会生虫 这让晒大米成了一件无用功 清理完的大米 应该注意防止米虫再次寄生 需要一些让米虫绕着走的东西 可以在米袋放入大蒜花椒这样的香料 这些香料虽然有味道 但是不会破坏大米本来的香味 对于人类无害的香料 对于米虫这样的小型昆虫 却是一种大杀器 使用香料防止大米生虫 是运用了熏针的原理 熏针是一种在灭杀害虫时 广泛使用的方法 通过高挥发性的有毒气体 在密闭空间中杀死害虫 除了香料外 酒精也可以做熏针剂 然而只有香料可以熏针米虫 是因为香料的味道浓烈而持久 而且含有香茅拳 安叶油素等有效灭杀米虫的成分 是十分理想的天然杀虫剂 当然米缸里放香料还是十分有讲究的 不是随便在顶部放几颗就可以的 为了最大程度防止米虫入侵 可以在米缸的上中下三部分 均匀的放上香料 记得用纱布包好再放入米缸 同时也要记得定期更换香料 一般三个月换一次 不过一种香料使用的次数多了 米虫也会产生耐药性 所以应该把熏针米虫的香料定期更换 除了花椒 大蒜外 还可以用八角 除了讨厌香料外 米虫也十分害怕寒冷 根据调查得到的结果 米虫在最为寒冷的东北 以及甘肃东部 只能繁殖一代幼虫 在稍微温暖的山东 可以繁殖两代幼虫 在更为温暖的浙江 可以繁殖三代幼虫 甚至在炎热的广东 可以繁殖高达七代幼虫 由此可见 寒冷是对付米虫的一大法宝 对付寄生在大米里的米虫 可以直接把大米用包装袋装好 丢进零摄氏度以下的冰箱 或者冰柜冷冻 米虫很难在零摄氏度以下的环境 撑过24小时 24小时一过 就可以拿出大米 清理虫湿了 清理干净的大米 可以选择重新冷冻 或者放入温度稍高的地方冷藏 因为米虫只需要21天 暴露在5摄氏度的环境下 就会死亡 当然 放冰箱的大米 也十分有讲究 冰箱并不是安全的无菌环境 冰箱内部含有沙门氏菌 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等 能在低温环境下生存的细菌 如果放冰箱的大米 没有完全隔绝外界环境的包装保护 很容易沾染上细菌 被吃进肚子里的话 会导致食物中毒 主要症状有腹泻 呕吐 晕厥 严重的甚至会死亡 因此 不要用塑料袋装大米 因为它并不能完全隔绝外界 会导致大米受潮 以及感染其他细菌 可以用食品用自封袋 装药放进冰箱的大米 装的时候 要记得关紧封口 如果有条件的话 可以把要放进冰箱的大米 做真空处理 撤走包装内部的全部空气 并灌注氮气 以及二氧化碳这样的惰性气体 米虫作为农业上的害虫 渗透能力强 繁殖能力强 危害极大 目前并没有可以杜绝米生虫的方法 要防止米虫泛滥 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只有从生活中的细节着手 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支持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 就请点赞 关注 评论吧 我是TNT 我们下期再见 你 你 出售